浩爾天尼警告繼續生效 大美督錄得最高氣溫達到36.6度 是全港最熱 不少市民前往沙灘和泳池消暑降溫 在觀塘有泳池 泳池因為防疫 最高可容納人數減至368人 閘口外有過百人排隊等候入場 另外截至昨天香港5月已經錄得9日的熱夜 而未來9日最低氣溫高企28度或以上 勢必繼續擦身有紀錄的升高 所謂熱夜是指當日低溫達到28度或以上的夜晚 根據天文台資料 原先最多熱夜的5月出現於2018年 當年有6日的熱夜